再来很多家长最关心的 几岁开始学习最好 基本上只要可以开始认字阅读 注音书写拼音顺畅 就可以从专注力阅读力 记忆力开始训练起了 我们这边还有规划 如果说你注音不是很熟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从幼幼班 生小一小一专班从幼幼班开始 不是很熟的情况下 就是你已经开始认注音 但是不是很熟 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幼幼班的课程 你可以加强你的注音 赶快学好 赶快记住 还有你可以透过这个课程 多认识一些字 这些都是在训练你的专注力 因为我们会快闪一些注音 数字 或是一些简单的国字或是拼音 来训练你的专注力 所以专注力这些东西是可以很早就开始学的 再来就理解力了 理解力虽然小朋友还在这个期间还不会看书 不会自己看书 但是我们可以用绘本说故事的方式 来增加小朋友的阅读的喜好 然后增加他的理解力 增加他的阅读量 还有增加他的表达能力 再来到了这个阶段 基础出阶 小一以上基本上就开始可以自己阅读了 这个阅读力就来了 记忆力也来了 开始自己阅读了 可以开始自己阅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教大家他最基础的这个速读的技巧 那透过这个速读 教这个基本速读技巧之后呢 我们回家呢会有一些阅读 课外读乎的阅读 然后呢每天呢大概阅读一两天 那让他养成一个阅读习惯 除此之外还有训练速读技巧 那这个都是阅读力 那当然还是会有专注力的训练 那专注力的训练 当然就会依照他的年龄的 这个阶段的不一样 而有一些难度 难度增加 字数也增加 那理解力的部分 也是都是跟阅读力这边是一起的 理解阅读力理解力的一起的 然后再来记忆 记忆力这边呢我们会教 这两个我们都会教图像式记忆法 那基础班呢 我们会教他数字的图像式记忆法 我们都知道最难记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数字 数字呢 改个数字你都可以一字不漏 甚至顺序没错 都可以把它记下来 表示呢你已经能融会贯通的 用这个图像式记忆法 以后呢你遇到所有有关数字 年代记事的 人民地名的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去运用了 所以呢我们教的这个记忆法呢 让他可以呢遇到一些很难记的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说一下子找不到方法 而是呢他可以用比较有趣的方式把东西给记下来 那再来呢初阶班呢 我们会教他呢成语的图像式记忆法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呢 成语量不多 那也可能就是他觉得成语好难背 四个字四个字的好难背 那我们呢会教他一个好背好玩的方式 来背这个成语 好所以呢 基础班呢跟初阶班呢 大概就是这个内容上面的难易度不同 基础班 他的课本呢是有注音 然后文章比较短比较简单 初阶班呢 他的课本没有注音 文章比较长比较难 而且有一些成语 到了进阶班 进阶班就是我们充速度的班 所以你看会加一个速度力 速度力 那在这个阶段呢 老师最常强调的就是 先求速度再求理解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这句话 你可能会想说 难道理解不重要吗 难道为什么只求速度不求理解呢 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 理解力的这个部分 你要呢自己啊 在之前呢就打好基础 到之前就打好基础 就是你中文能力啦 简称你中文能力 我们呢在进阶班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 平常的文章 平常的文章 你慢慢看都没有 都没有障碍的情况下 你都看得懂的状况下 那我们干嘛慢慢看 我们当然就要训练你快快看啦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 先求速度再求理解 因为你慢慢看已经很能理解了 所以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慢慢看 我们要训练的是快快看 所以在速度之前都是理解力 理解力这个东西一定要摆在前面 你的中文能力 或是你的英文能力 一定要够好 你才能去冲速度 那这个是速度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好 再来 是